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它至少有三个层面可以去说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民族 是一个不遗忘的民族 只有记住自己的过去 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才值得别人去忠敬 所以我觉得大家23年来的这种坚持 实际上是用于你们的行动 在为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华民族的形象 去做努力 然后第二个意思是说 我觉得很多人就都会提到 面对这样强大的专制力量 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 那么我想各位23年来的坚持 就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就是坚持去做这种回忆的事情 坚持不忘记过去的事情 这本身就是至少我们能够做到 所以这是坚持的第二个意义 那么我觉得坚持的第三个意义 就是说这种坚持 它是一种意志力的教育 就当我们面对一个极权的时候 我觉得最后能够取胜的 还是靠这种意志力 我们大家最近看到 免得阳山鼠肌终于被释放了 我们知道阳山鼠肌也经历了长时间的软禁跟新人的分别 但是它无比的用性坚持下来 坚持到今天它终于坚持到看到缅甸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从阳山鼠肌的力度可以看到 坚持肯定是有价值的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成功的可能性 我想当现在已经二十三年 大家在这里让我详细 我亲爱的方立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他就说我们都是在说历史 是的 我想让我们都记住方老师这句话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让我们用我们的坚持去写我们这种历史 所以最后我说 这个相信中国这样的春天 应该是不会有害者的时间就要到来了 请大家继续见识 谢谢